Leo老實際 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不列電人對上喬治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地的阿拉伯地圖 下面介紹一下紅色 文明的選擇是不列電人 不列電人最大的特色 是吃這些訓養的動物 吃的速度非常快速 而且不列電人的承擔中心的造價的木材 也是半價的 他的工兵也是射成最群的工兵文明 不列電人種種以上的特色來說 他也適合打這個前期快攻 最近前期吃羊很快 那三棒棒快攻或是肉馬快攻 也是適合不列電人的 而且他是一個全能性的文明 雖然沒有品種 就是三級馬鎧 跟三級步兵鎧甲 三級工 基本上全部都有 所以不管是要打步兵騎兵 跟工兵都是可以玩的 那後期的不列電人 雖然沒有拇指環 但可以利用自己的長工兵射成打擊 但是他也沒有火砲 但他沒有火砲 也可以使用精冠技術 戰狼科技 取代火砲 讓自己的巨型投石機的 這個射 這個叫什麼 命中率有提升到 快要到100%了 那其實實際上是99% 還是有這個誤差的時候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說 每一次一定就是100%命中 因為我們頻道已經有出現過 撿下戰狼之後 卻打歪的狀況 而且對方也是巨型投石機 不動的情況 所以這個遊戲裡 沒有這個100% 這個命中率這種 這種升級 只有99%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強化教堂 可以在這個 半徑石友格裡面 增加村民的工作效率 10% 而且開局的時候 可以送一台羅車 開局羅車可以拿去探圖 但是不能訓養動物 那這個羅車的好處效果 可以讓他一開始就去打獵 像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肉馬 就不用去 一直去趕路 浪費時間 甚至肉馬一開始 就可以去對方偷養 甚至去幹對方的豬 這也是非常兇狠的一個打法 但是我們的頻道也常常在講 其實頂尖高手 是很少去搞對方資源的 因為他們是想要來練習的 而不是想要拿下比賽勝利 因為為什麼是練習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 平常在正式比賽當中 練習 兩邊都是正常資源的情況下 是大多數的 那如果你去開稿的話 你已經習慣這種 資源優勢的情況下 然後如果你比賽的時候 沒有拿到任何優勢 你可能就會有些 配置阿經濟調節 沒有辦法適應的問題 當然如果你可以 在田地來說 你可以一直搞到 對方的這個資源 或是 一些 豬阿羊阿 或是 頭腦之類的資源 那當然是不錯的 以他們這種選手等級來講 他們是不會考慮這種 方式去搞對方 所以這邊我們看到 Dark 是決定要把這個路呢 趕一個最遠的 那上方這邊也吃鹿肉 那有人會說 欸那為什麼吃這個鹿肉 是三村 而不是四村呢 那其實三村四村都可以阿 那我是覺得 那如果有羅車的情況下 三村的話是剛好的 那四村的話是 其實喔 四村是可以把所有的鹿肉吃完的 三村的話 你把這個鹿肉吃到一半喔 可能是他十肉或二十肉的時候 他會讓你原地返回 會有點麻煩阿 那如果有羅車的話 三村的話是剛好的 甚至可以說是 三村是最好的一個數量 那如果可以不用考慮村民的返回的話 三村是最OK的 如果考慮村民的返回的情況下 四村打類喔 是最OK的 可以確確實實的把這個 斑馬肉給吃乾淨喔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 喬治亞人 這邊底下的封建實彈 那伯列甸這邊打一個 超級快速的 十七批 村民術喔 十七批 棒棒開 好 我們剛剛開頭講 伯列甸由於吃這個養速度很快喔 所以才可以這樣子打 但喬治亞這邊 升級上去也是非常迅速喔 升級到了十八批 就點封建 雖然他也可以十七批喔 哇 這個路趕不過去 心態炸裂 大家可能直接不趕 好啦 他趕了大概 吃了五條路 也夠肥了 好 那喬治亞這邊喔 附礦看起來很不錯 有一個在裡面喔 那待會這個路吃完喔 就可以直接來吃個金黃 完全沒有問題 喬治亞的文明呢 比較適合打這個 抱團騎兵喔 也是騎兵路線的文明 那這個 莫娜斯帕 這個寶兵呢 可以擁有這個 抱團能力喔 然後每二十隻的騎士喔 或二十隻的莫娜斯帕的話 就可以增加一 就可以增加一點攻擊力喔 喔 每五隻才對 不是二十隻 那到二十隻呢 是加四傷害喔 也是他的傷害的增加的頂峰喔 所以喬治亞人呢 會比較適合打騎兵路線 那如果他還針對要打騎兵的話 可能會有這個 配兵思調的問題喔 所以喬治亞人的擊兵喔 其實也是也可以擋喔 但對方是弓箭文明的情況下 所以喬治亞人目前喔 是不用去考慮出 槍兵路線的文明 所以後期的喬治亞人 如果遇到對方 轉大量槍兵的話 自己可以轉出火槍喔 進行應對喔 好 那這邊看到 這隻村民有點危險 織布偷了一下 村民血量有點低 肉馬被爆打 羅車趕快跑 OK 這個喬治亞 偷了一個織布上去 血量有點殘 好 那他現在稍微有點斷幕喔 因為這是他的安全墓區喔 他在另外一個墓區在下方 會比較遠一點 那我覺得 我怎麼覺得下面會更好一點 他有可能是想說喔 這邊建築物都投資在這裡喔 這邊再稍微維持喔 這邊墓區又可以安全維了 但沒想到這方是 二棒棒前期騷擾 打得非常兇狠 好 布立天這邊補下了一個 料望技術 唉唷 這麼早的時間就補下了 難道是要來打開稿路線嗎 打一個開稿路線 是有可能點這個 料望技術的 但是他沒有拉村民過來 插劍塔 所以應該也不是一個 大爆開稿路線 好這邊長長兵 要不要去湊一下肉馬呢 好這邊肉馬抓一下對方的 毛兵血量 時候過來逼一下 當然血量上次有優勢喔 回頭打肉馬 是喬治亞這邊 現在是有優勢的 那布立天這邊是打一個 槍矛 前壓 垃圾兵前壓的路線 那這個打法的缺點 就是比較耗費肉量 那我們目前看到 布立天的肉量 現在只有四四 喬治亞是有四百多肉 相對來說喬治亞 雖然也是打毛兵 但是他省的資源更多 而且連一擊射也沒有點下 布立天這邊也是 哪邊可以算是一個 小打小鬧的一個局勢喔 不太會有那種 大爆兵啊 爆打一波的情況 好這邊秀毛兵 看起來喬治亞這邊 拿到了很大的優勢 後方也在追逐當中 這隻槍兵 決定要回頭反打一下 但是肉馬送掉 哇靠這一波 兩邊肉馬都送掉 有點虧啊 本來這個喬治亞的肉馬 是不會送掉的 當然他這個 沒有定義時間拉走 被棒棒爆打一波 直接去了 好 那喬治亞這邊來到五百肉 準備要來挖黃金 那布立天這邊 由於自己的肉量 離城堡時代還很遠喔 決定先點下了一級農田 增加一下肉量 再來繼續灑農田喔 讓到上城堡時代時候 木頭不會那麼濕緊喔 這個是個不錯的決定喔 非禁如果沒有點一級農 這邊就先灑農田的話 待會上城堡時代喔 你可能上城堡時代 大約兩三分鐘喔 你就要灑第二輪農田喔 那那個時候 通常也是你開提西 開農時期喔 那你這樣的木材 耗費量喔 就會更多一點 這也是 我覺得F1 R1喔 這邊打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 重點喔 這個稍微小小細節 稍微解釋一下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 兩邊是準備要來升城堡時代 所以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 應該封劍就差不多了 好 這裡補一根劍塔 因為他的金太前面喔 補一根劍塔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防守 那喬治亞人喔 他的肉馬呢 也會有回血的效果 所以他在城堡時代打 這個 肉馬開局 也是一個不錯的 肉馬或是騎士都OK 所以如果玩家們喔 你們喜歡打騎士的話 可以考慮玩這個 喬治亞 雖然他是新的文明 DLC需要花錢 但我個人認為喔 這也是 DLC喔 非常超值喔 大家一定要支持一下喔 這也是DLC 這個喬治亞人 跟亞美尼亞人 特色都做得很足夠 而且喬治亞人的這個文明特色 也真的是蠻不錯的 雖然他在於頂尖高手的 這個勝率來說 有點悲劇喔 他勝率有點偏低 剛出來的時候 看了十場 只有贏了一場 而且那一場 還不是用寶兵的 呵呵呵 所以喔 這個喬治亞人喔 要玩得好 真的是不容易喔 如果你想要挑戰 自己的馬國實力的話 我覺得喬治亞是一個 不錯的練習文明喔 好 那目前看到喬治亞 這邊是 爆出了騎士 但他的打法是單TC 然後 單馬修 單強化教堂的打法 那他的強化教堂呢 是 可以增加工作效率的 那我們之前的喬治亞的影片裡面 也有提到 這個強化教堂 建議是插在這個礦區阿 或是農田裡喔 會比較適合一點 這樣子你的村民呢 就可以一直吃到這個加速的效果 那如果 插在法木區的話 這一片木區插完之後 強化教堂的加速效果 就會只有吃到這一片農田而已 對這個位置喔 插強化教堂的位置 也是挺講究的 那當然喔 插在這個位置喔 比較是 是需要防守的狀況 才去把這個教堂放在這裡 而不是為了加速效果 好這邊兩隻騎士過來繞 兩邊都是想繞一波 這邊肉麻 看到木翔會回頭嗎 好看起來沒有喔 先爆打一波房子 要低於木翔出去嗎 好 說我兩隻小命在這邊 跟他手 也在打打看阿 把對方給別人出去了 欸欸欸 嚴重不低調 還是要出去 趕快補個房子 可不可以鑽動進來呢 喔 戳到了 哇 戳死一隻馬 哇 兩隻直接死去 更加多亮槍哥你看啦 結果你還是中彈啦 有點 看起來有點 有點 有點涼涼 這兩隻肉麻送掉 還是有點虧阿 好 那升到 城堡時代的布列顛 是打 這個老頭科技阿 老頭戰 但是這邊毛病已經在騷擾這邊晃去的村民 哇 這裡被偷了一村 下方布列一個城鎮中心 好 這邊老頭出來 趕快招對方騎士 只要招到騎士 這邊毛病就能解決 但是被偷了兩村 有點虧了喔 裝修道院出來 騎士只能退 毛病也要退囉 不然被招搶的話會很慘 好 這邊 騎士追一下 好 再抓掉幾隻毛病 那目前村民術來說 還是喬治亞這兵目前領先喔 不列顛目前41村 對上喬治亞45村 差距4村左右 兩隻老頭有點慢著想了 可能只能招到一隻就是集訓了 哇靠 結果這個極限沒有到達 兩隻騎士都活了下來 沒有被著想掉 但是這邊毛病也只剩下兩隻 後方還有一隻老頭在著想 唉唷 很可惜 好 但不列顛這邊是 2TC開農 那喬治亞則是挖了一根城堡出來 準備來打這個寶兵 莫娜斯帕寶兵呢 好 這邊老頭招搶一下 但沒有機會招搶 畢竟其實這個刺猴有抗招搶的能力喔 哇 尷尬了 欸 欸 這個 哇 這個肉麻 哇 雷尬 大可 尷尬了 這個刺猴位置不錯 哇 這一隻老頭又要被抓掉 哇 大可直接損之三隻老頭 這樣是三百斤阿 太虧了 太虧了 沒有想到大可出現了嚴重的失誤喔 老頭一出去 集中 集...直接被集火 被打掉了 被打掉了 出來 講出來 OK 這個羅車被爆打一波 補個強化教堂在礦區的位置 OK 這樣就很好啊 呃 待會阿 村民也可以躲在這個強化教堂裡喔 甚至也可以增加這個挖礦的效率 還有這邊旁邊農田的效率 對 這個強化教堂 真的是喬治亞人的精華 但我們之前的影片喔 就是...前幾天的影片喔 有看到這個喬治亞人喔 就是數...單TC 數...一大堆的強化教堂 增加工作效率的這個打法喔 到頭有去實驗喔 呃 實...實驗的結果是... 遠遠不及這個... 雙TC 或是3TC開農方式喔 TC開農的經濟優勢喔 還是比強化教堂來得好一些喔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說 欸 我用強化教堂農上去單TC就好了 那其實是一個比較差的開農方式喔 欸 真的要農起來的話喔 還是建議喔 用這個TC去農進去喔 會更好一點喔 不然村民差距被打出來喔 經濟會很差喔 欸 結果這兩隻騎士要拉走了嗎 後面有兩隻...肉馬喔 喔 這邊蓋TC會不會有事呢 好 看到了 看到這兩隻騎士 兩隻手在發呆 騎士過來解一下 雖然今天解 應該是OK 還有一隻 好 左邊再補一個市集 後面有城堡 哇 剛才這個村民 應該要死了一村 還有這樣 那邊村民殺劑被打得出來 65村 對上55村 而且不列電開出了 第四個城鎮中心 4TC開農 好 後方補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那今天我的舌頭呢 依舊是被咬到的狀態喔 所以... 講話還是有點沒辦法捲蛇喔 這個咬到... 右邊的舌頭喔 所以捲蛇方面會有點痛苦 本目前講話都是舌頭平平的 跟平常在講日文的時候一樣 好 這邊非常大量老頭 六老頭過來 這邊想要直接吃掉 老頭直接上去 往前 騎士 直接解掉一隻老頭 還有五隻老頭 活在場上 還有後方 莫拉斯他補了過來 上他直接爆打一波 六隻老頭直接解掉 不列電直接損失了六百隻 而且沒有點下神聖思想關係 老頭解得非常快速 不列電這一波的失誤相當巨大喔 往前推的時候 沒有先點下神聖思想 這個是一個不好的示範喔 好 那不列電這邊損失了 所有自己老頭之後 莫拉斯怕有點難擋得住 雖然剛剛有招搶到的莫拉斯怕 可以稍微擋一下 但是他沒有抱團的能力阿 他的騎士數量太少 傷害也基本上是不會增加的 OK 那後方補下了一個新的魔防 這邊農天堂 他再灑一下 城堡補在這高地 後方城堡也補下 兩棟城堡 好 開始補了起來 好 後面補了一個大學 12隻 莫拉斯怕 加上兩隻騎士 好 上方這根堡補了起來 好 收掉 沒有問題 比列電這邊呢 是沒有出太多兵的 現在準備來點到帝王時代湖 喬治亞這邊還在補一些騎兵科技 他還可能沒有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 這邊想要開始潛壓 而且是出衝車 還不是投石車 那為什麼是出衝車 稍微解釋一下 這邊衝車頂城市中心速度更快 比投石車來的更有效率一點 而且衝車可以吸引對方箭矢 那這個喬治亞人是打騎兵入勝 如果衝車可以頂住 箭矢的傷害 他的騎兵衝進去打農田 的效率可以達到最高 所以衝車在這種情況下來說 是優於投石車的 這要是吸引箭矢的效果 好 這邊衝車開頂 沒頂一下大概是 不跑滴啊 看不太出來 呃... 撿了500 四下500 125 打一下是125 低血 好 這邊衝你出來 後面騎士就可以上前 後面老頭來到了五隻 這次數量有多 但是這邊他不趕上 最主要是因為 後面還有一個城鎮中心 老頭可以瞬間收到 貼士裡面 這要一根城鎮中心 應該是要爆啦 好 稍微再修一下 這根 衝車 好 好 小瑟亞二級馬卡也補下了 走 這邊讓城堡吸引打衝車 這樣就是他想獲得效果 好 直接上前 開始衝刺 打後方老頭 老頭直接被爆打一波 但是也被招搶到了一大堆的 莫娜斯帕騎兵 而且後方已經轉出了重裝場槍兵 這一波是可以出於 莫娜斯帕這個寶兵單位的 好 這邊回頭打一下 但是衝車 吸引到了非常多的箭矢傷害 不然剛剛其實這一坨騎士 會損失更多血量 這個衝車吸引效果非常好 那這邊是奧帝王時代的不列爹 喬治亞會做出什麼樣的反應呢 好 現在已知對方上帝王 那喬治亞這邊要存多支援上帝王嗎 好 這一波多線打得不錯 上方的喬治亞的騎士 打到了一些村民 好 衝車開始往上開頂 這個殘戰中心可能不保 如果不保的話 裡面的村民可能會全部死去 不列爹僅僅僅會遭受重創喔 但是現在要打這些疾兵 喬治亞可能會有點難打 好 這邊村民開始往後跑 好 最後槍兵不是去救右邊 而是去救上方 上方的村民直接往上跑 這邊村民有機會可以繞跑回去 雖然城市中心被頂掉 但至少村民也沒有損失太多 哇 這一波不列爹僅僅打得也是不錯 趕快即時跑掉 好 喬治亞這邊是直接斷兵 然後繼續按村民 升劍勇時代的一個打法 好 這邊強兵抽一下 好 贏掉了大雪 那不列爹待會要再補多化雪 大家再補一次大雪 還有這個彈道雪 好 這隻老頭會死去嗎 好像不會 莫拉斯他的攻擊力其實很高 想要正面補一根堡 你要確定喔 這裡有個衝車喔 抵下去650 可能會不見喔 都確定喔 還好他沒有這麼衝動喔 那當然也可以補這個位置喔 正面或是上面這個位置 好 當然不列爹的巨型投石機已經產生了出來 小喬治亞人電用時代還有50秒 好 後方這邊多線也是在暴打當中 好 這裡又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好 這裡村民樹很多 30村 好 這裡一直想要蓋寶 但是 人家的衝車跟兵一直在外面 好 這一波槍兵被吃掉 好 升到了帝國王時代 先升級了 要不要先升一下這個精銳 好 先升三級馬凱 OK 好 衝車升級 超級 喬治亞這個文明喔 雖然沒有火炮 但是他大衝車跟投石車 都是有重型的 所以他打後期的重衝 跟重頭 威力其實都還不錯 好 那這兩隻 莫娜斯帕也是打得很開心 好 這一波讓BLADIEN有點中草的經濟囉 喬治亞現在村民樹來到135村 來看一下後方經濟配置 經濟配置是來到了4TC開農 然後是有繼續撒下農田 強化教堂也是補在農田處 還有這個礦場 這是剛剛補的 那這裡也可以考慮補一個強化教堂 增加這個工作效率 這個位置不錯 還可以讓黃金吃到這個加成 好 後方常攻兵開始量產出來 常攻兵要量產出來有個問題 這個化學跟精銳三級色還有彈道水 都要趕快減下 才可以讓這個常攻兵 到達最頂峰的狀態 要三級的東西有點多 肉類需求有點大 所以這邊農田可能要再多灑一點 後面剛剛農田被弄過一波 所以大部分農田是沒有在運作的 這讓BDN點顆幾乎有點困難 而且自己又在暗槍兵的情況下 肉類需求更是需要 好 那喬喬點一下化學之後 轉出了火槍 我們剛剛開頭就講到 喬喬人打對方的槍兵 火槍是非常適合的 並且有這個傷害加成 好 那莫娜斯帕還沒有點一下精銳 我是覺得莫娜斯帕的精銳投資 是相當值得的 因為點完精銳之後 風擊率會多加2 好 這個傷害力提升到非常高 而且近戰防禦還會變成5 5加8 近防8 哇 非常強 但他的這個遠防 就是6防而已 其實很7防 其實防禦力來說 是跟一般的遊俠是差不多 但是血量來說 真的是太少了 995第一血 那待會就要來看一下喬喬人 這邊抱團騎兵 能不能打出來 那這個騎兵的優勢 是非常造價便宜的 這個只要45黃金 跟現在這個馬扎爾標騎兵 其實造價是差不多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馬扎爾標騎兵 現在的造價是 需要45黃金 好 35肉的樣子 那點下銀罐技術之後 會變成80肉 不需要再耗費黃金了 但是肉類消耗比較多 就變80 原本的人的效果是一樣的 所以喬喬人 實質上是一個 馬扎爾標騎兵的造價 但是又可以提升傷害的一個騎兵 非常可怕 基本上不出槍兵 是擋不太住喬喬人的 莫娜斯塔爾 已經近戰防禦也高 所以就是血量少了一點 兩邊怎麼都在組萬里長城 打著打著 突然 想要建城牆 怪怪的 喬喬喬這邊三級攻補下 這邊圍牆也補了 增加一下城堡的血量 好 布列天這邊 化學補下 超兵6加3 但是金瑞還沒有補 傷害還差1 射程也差1 翼勇騎兵也沒有補 所以射程還少2點 這個還不是成功兵的最佳狀態 這時候布列天已經滿200人口 這一波勢必要出去換個一波 單位啊 好 但是這邊火槍打槍兵的效果非常好 直接射爆了超多的擊兵 好 但是長攻打火槍就是非常巨大 大卡還在打衝車 你家幹嘛 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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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 射衝咧 衝車都變知道殘血了 扛了大概100多發的這個箭矢 這些大衝車 打工兵果是真的好用 好 終於補下了精銳 莫娜斯帕 好 上方這邊槍兵直接撞城堡 看來是逃不了了 直接躲在城堡下方 射射的發抖 好 下方這邊還有一隻火槍在偷射金荒樹的村民 好 莫娜斯帕終於升級好 遠防6 這個遠防6近防8 然後攻擊力14加5 還可以再升上去喔 他最高傷害可以造成10 好像是22光吧 所以是14加8 好噁心 這個傷害好噁心 當然他有缺點喔 出肉碼是不能增加莫娜斯帕的傷害力的 所以他現在這邊轉出大肉碼之後 是有點難增加莫娜斯帕的威力的 好 大衝車直接直擊左邊城牆 當然這個衝車是感覺是故意送出去的 好 這邊要來打一個多線 我們火力跟料王塔 好 這時候火力點也升到金瑞 火力點常攻 然後還有一隻 那個傷害技 有點可惜喔 兩下有點殘血 然後是在補幾隻騎士加莫娜斯帕 應該是兩下一隻喔 應該是沒問題 最近人家的弓兵防御還沒提升到最高 哇 這個衝車 衝撞掉了下方大死槍 這裡轉出了更多的戰毛兵 開始轉垃圾兵來打了 長兵又被抓掉了幾隻 有點虧 後兵長弓只剩下這一坨了 這個長弓只剩20隻 但還行啊 20隻還可以稍微射一下 20隻的威力還是不錯的 後面又是瘋狂暴射火槍 這裡火槍打得非常好 火槍數量只剩下少量的不到10隻了 所以我只在後面開射 那這邊這樣扛是扛不住的喔 喬治亞要面對這麼多的槍兵 火槍數量一定是要有的 好 打正面應該是打不贏的 先測一下 右邊的三巨頭開拆城堡 這邊三巨頭開拆城堡喔 只有七隻長弓在防守 應該是守不下來吧 所以槍兵直接往後衝喔 硬解喔 好 槍兵這邊有點太過往前 但是這邊戰毛兵還沒有三級射 這效果有點差強人意 好 哇 這邊槍兵真的往上直接戳 戳掉了一台巨頭啊 不虧了 好 三級射趕快補 終於發現沒有三級射了 手很短 好 這邊肉麻開始無腦收 但是有一些也是送到了後方喔 打這些農地的村民 好 喬治亞這邊想要這一次 嘗試把這個高地堡蓋起來 最近喬治亞的高打低的時候 被高地承受的傷害喔 更少一點喔 可以減免40%的傷害喔 那這個城堡也是喔 所以再加上他的團隊加成喔 這個城堡可以修理得更便宜喔 而且可以撐得更久 那當然這個團隊加成喔 TC爆也是相當適合 但TC爆這個戰術大家也懂喔 這是非常多的戰術可以使用的 好 再來看到 這邊常攻兵 往前去射 好 這根堡 幹下去 但是後面巨頭都架起來了喔 喬治應該是有看到 這要不要取消 這炸下去可能會不見 哇 沒了嗎 還是取消了 我們Bug一下 好 取消了取消了 他也害怕了 結果剛剛看起來好像沒這麼痛喔 OK 那看到側面的雙手劍兵 繼續往前壓制 後方洛瑪也在往前 但是雙手劍兵傷害死在太高 垃圾兵完全擋不住 這一波的雙手劍兵前壓 重創了喬治亞的正面部隊 哎呀 火槍不要走太前面 再走 繼續走 往後拉一下好不好 哇 哇 好痛 戰狼巨頭直接砸爆了 戰毛B太強了 哎 還是裡面有點戰狼 我怎麼看起來感覺是有點戰狼的 有點準阿 OK 喬治亞現在對於攻兵國來說 反制能力還是稍微差了一點 而且後期他已經要來斷金了 黃金其實不太夠 這裡有更多的肉碼開始拆除 但是正面巨頭還是偷偷拆掉囉 正面的城堡拆掉囉 這邊可能大家會送更多的肉碼進去 就OK了 可能上面有槍兵在防守 好 正面這波大肉碼直接上前 但是正面的劍兵勇士已經升級好 卡龍兵也是無情輸出當中 但是還是順利的拆掉了一台巨型投資機 剩下肉碼直接躺地 結果這根堡再次嘗試蓋了起來 結果直接被拆掉啦 這邊石頭直接損失了650 吵架啊 最後還是減650了 我畫面跟我最近有點像 最終還是要減650 好 那來看到這邊更多的槍兵 好 往前衝 加上這個巨頭開始要拆除 喬治亞御若兵的城堡 那以現在攻防戰來說 喬治亞是優勢不太大的喔 可憐電梯是全人性的兵種關係喔 所以反之回去會比較輕鬆一點 常攻打虎槍只要快速解決掉之後 這些劍兵勇士就會無雙開砍 畢竟能克制劍兵勇士的目前只有火箱可以打贏喔 好 這邊肉碼上前 但是常攻兵數量還是保持住了 還有7隻左右 在這邊巨頭要趕快跑囉 劍兵勇士跟常攻兵都已經來了 右邊的喬治亞城堡能夠修得回來嗎 雖然說你的費用很便宜 但是修理的村民太少了 後面肉碼上前想要硬抽拆掉了一台 但是城堡也掉了 我的天 喬治亞這邊損失了大量的前線距點 連正面的戰線也扛不太住 喬治亞非常的尷尬 這邊要怎麼打才能繼續扛住呢 我來思考一下 OK 扛不住 出奴炮可能好一點啦 講實在了 但奴炮現在升級上去也很困難 兩個奴炮試試看吧 但是常攻打奴炮傷害也很高 所以轉奴炮能不能有效壓制也是不好說的 而且奴炮也會遇到戰狼巨頭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打起來真的是不好打 這就是全能型文明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人家有太多的反制方法了 呃 我們這種 特性文明 要反制回去全能型 就只能打多線 盡可能殺了對方的村民 只要對方村民往下掉 前線部隊一掃 就有機會反追回去 那這個時期 就是要趕快 讓自己的巨型頭死機 可以保住數量 數量保住的話 找個機會反打一波 才比較OK 正面一直跟對方硬幹 其實是一個不明智的選擇 那伯烈爹呢 最喜歡的就是打陣地戰 然後陣地戰打越久 對伯烈爹來說就越有利 我們看人口就知道了 伯烈爹一直在是滿人口 喬治亞這邊人口速度的反應 已經有點不滿200人口 這個交換比起來 其實喬治亞是非常虧的 好 那伯烈爹這邊 農田來到了56片田 黃金還很夠用 這邊轉出大量的劍兵勇士 也沒有問題 這邊長方便被點掉了一些 OK 生命的洛馬沒有了 可能要讓正門兵往後撤 右邊這個城堡 還在進行拆除當中 這邊紀錄塔在找機會了 有沒有 曹治亞還在找機會了 這邊找個機會 往上去頂 去攻擊 再頂一下 後面長方便不滿20隻 剩15隻 打這個大洛馬的傷害 差點下降了 但是喬治亞這邊尖叫 已經也快要見底了 這個交換到後面了 最虧的還是喬治亞 然後再來這邊黃金樹延伸460 當然農田的副分 來到快100片農田 我的天 OK 那他這邊有 做好這個經濟細節 在各大農田之中 插下更多的強化教堂 後方這邊也是 非常的兇猛 各種插爛插好插滿 一隻插一隻手 好 那伯利今天點下了工會製作 待會就可以使用這個大量的接觸支援 木頭跟食物去換成黃金 那有工會製作 達到這個斷金的後期 還算是蠻好用的一個科技 大家記得 這個真的沒有黃金時候 你不要先點工會製作 再繼續買賣 好 這邊大量的馬 直接上前貼掉 貼掉這些 巨型投石機 幫我們開始往後衝 好 這裡有相當多的村民 但是沒有要理想要往後衝 那這邊伯利今天戰隊戰 還在繼續防守當中 但是 曹志亞左邊補下兩個工程器製造所 看起來是有意 想要繼續用衝車頂進去 好 戰毛兵 繼續打後方的長攻 效果還是不錯 但是巨型投石機打戰毛好痛 直接死傷一片 這個戰毛一定要控告 洛馬扛 劍兵勇士 好像可以速量壓制 一百零片田 的洛馬爆 好噁心 太狠了 這一把 血流成河 長兵數量又慢慢補路過來 來到了十... 十五隻左右吧 二十五隻 靠腰 怎麼多這麼多 後面一直補欸 OK 裏面應該是意識到了 自己的長攻兵數量不夠多的關係 所以很容易一直被壓制住 假如自己的長攻數量越多 就能越能反制最強的大洛馬 至少也要做到 全部長攻集火一隻 可以秒殺一隻洛馬的程度 加上長攻兵才可以有效進行打擊 炸毛兵繼續往後攻擊 效果還是很不錯 炸毛兵打掉了非常多的長攻 但正面肉麻已經死成一片 還有前方的槍兵跟劍兵勇士 右邊的巨型投射機可能會守不住 右邊的劍兵勇士也往前衝了 巨頭也是繼續往上 肉麻要不要往這邊補呢 等一下要補個戰毛兵往這裡走 那如果往右邊走的話 正面戰線可能會扛不住 左邊三巨頭果然在偷拆啦 哇 這邊就是我們說的 保留自己的工程器 然後趕快去偷拆 打一個勾線 比較削弱對方的經濟 或是正面軍隊 才會讓巨頭有偷拆的可能性 這邊劍兵勇士直接守屍城堡 這根城堡應該是可以拿下了 這邊拿下之後 喬治亞右邊的農田就會很危險喔 但正面部分 喬治亞快有機會 可以後面打掉巨頭 只換了一台有點可惜 拆除左邊城堡之後 喬治亞開始把巨頭往後撤 戰線可能開始要往右補 然後捕獵人 右邊打贏的情況下 巨頭就可以把往前進攻 開拆對方城堡了 那右邊可能要把所有戰力往右補 不然這邊會全部被拆除 真機就會受創了 這邊又一波弱馬往前 但是農地裡有幾隻劍兵勇士在 戰崗防守當中 好這邊巨頭被修了回來 非常多聰明在修理這台巨型特殊 後方的槍兵跟劍勇 擊殺掉了非常多的肉馬 而且後方的修道院 裡面的聖物也被打噴出來 100片田已經下降至剩89片田 這邊簡便有事 想要上前直接硬拆 巨型特殊 感覺是有機會 這邊城堡拆除 劍勇的血量非常的慢 結果還是被拆掉了一台 巨型特殊 好 當然這邊肉馬已經開始亂竄了 在農地裡一直有步兵在防守 看起來是問題不大 這邊開始往前 有非常多的聰明在前線伐木 這邊大路馬在這邊補了過來 哇效果會很不錯 但是農地裡 中間也是有一些槍兵存在的 這邊槍兵被解掉之後 這些聰明可能會被被爆打一波 現在不列天的村民已經布滿80村了 欸還有霸山 不好意思剛剛補了起來 還是一直沒有對比80 好那這邊這邊使用戰防兵加上漏馬 繼續嘗試反擊回去 後方這邊村民死傷慘重 不管是哪裡 農田村民數都變得非常非常少 但是好消息是 不列天用自己的護船 爆出更多的劍兵勇士 跟自己的槍兵出來 防守效果是非常好的 好那目前這個地方 劍兵勇士直接衝到農田處 爆砍一波 好這邊強化教堂防守還不錯 還是可以射穿劍兵勇士的鎧甲 好不列天這邊的村民數還是在80幾分 正面伐木實在是損失太多村民了 好這邊也拆除掉了正面的炸死牆 好這邊劍兵勇士過來防守 好這邊劍兵勇還在亂砍當中 完蛋了完蛋了 亂玩這上次往前 好防守這局是 去收村 哇這一處可能也要死了 兩邊都是有被騷擾到一些經濟的感覺喔 小自家的農田已經來到剩下70片田而已 好不列天這邊更慘 只剩下72村 分數非常少 但是後面這邊劍勇還沒有解掉 不知道是有沒有看到 好終於解掉右邊這邊農田的問題 好正面大陸馬再次上前 砍了一波不列天正面的村民 後面處又再次下降了起來 不列天常攻只剩21隻 但21隻還是有機會可以翻盤的 好但這邊大陸馬衝進去 村民又是在被抓掉一大堆 可能真的要兩兩囉 欸他的場攻在哪裡啊 我怎麼沒有看到他的場攻 看一下 喔在這裡喔 藏在這個 追隱的縫隙當中 好那這一波看起來騷擾 還是有亂到一點經濟喔 這時候喬治亞就可以把自己的巨型投石機喔 搬出來往前拆除作業喔 這邊有三台巨頭 那待會要拆的地方是 正面這個位置喔 這個城堡 或是這根城堡 都可以喔 或是右邊這裡也可以喔 但目前以經濟來說 目前不列天的右邊經濟喔 已經被爆打一波 都開始往左側 所以往中間這邊打 應該是最好的一個距離喔 而且正面距離來說 正面城堡也比較近一點 好 後方的洛瑪還在囉 零件村民處還是在地獄位處喔 七十幾村而已 好 巨頭這邊架了起來 OK 後面村民被重創之後 前方部隊不夠多 巨頭架起來開拆 這就是我們剛剛中間講到的 要讓巨頭有一個很好效果 一定要讓對方喔 沒有辦法 再往前進攻的時候 要封凡防守後方喔 才可以 但是 布列天這邊抓了一個很巧妙的時機 拉他強攻喔 直接點掉巨頭 但喬治亞這邊也是趕快回防喔 劍狀情況不對 人家沒有撤退喔 他沒有撤退 那我們就用更多大落馬去繞他後面村民喔 這個戰術喔 打得非常好 好 這裡還是有洞可以繞進去喔 好 喬治亞這邊農錢又回到了一百片田 怎麼命中已經復更完畢 好 後方草 龍王兵 打這個少王兵還是蠻痛的 看起來補烈焰是要量的耶 剩下五十一村了 哇 喬治亞這邊看起來 是要用垃圾兵打贏對方了 這是喬治亞的勝率跟他的寶兵 好像真的沒有太大關係啦 我看起來大部分的場次都是用這個 垃圾兵或是縱光騎士 去解決啦 喬治亞勝率真的是有點不微妙 這一波是因為Dark 這個肉馬真的是打得好 這個多線一直有重創到Blaiden經濟 大家可以打成這樣子喔 好 這坨長弓吃掉 看起來Blaiden就沒救囉 長弓只剩下少量的十一隻 肉馬繼續補了過來 長弓能順利解決掉嗎 一百零片田的肉馬爆 後面戰馬兵還在輸出 那這些槍兵效果還是不錯 好 這時候 然後Blaiden打出了GG 哇 出了七百八十六隻的大肉馬 三百七十隻的槍兵 好 來看一下統計資料 經濟的部分呢是由喬治亞人拿下木頭跟食物的勝率 那黃金的部分呢是由Blaiden引到 還有這個石頭 石頭部分是由喬治亞人引 那經濟方面喔 數數的快要一倍啊 十萬肉 加上五萬二的肉 超級誇張 但是Blaiden有這個四勝物 所以他後期的黃金喔 真的是比喬治亞人多上了非常多 那軍事方面呢 則是1.5的KD值喔 對上喬治亞的0.8 看起來這是一個蠻正常的KD值喔 畢竟喬治亞都是用垃圾兵 但是用垃圾兵喔 可以打出這種KD值喔 也是相當不容易的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